大家好,我們是第12組 我們報告的主題是 A System for Video Styling 首先我們先介紹Motivation的部分 一張影像可以將一個瞬間變為永恆 而一幅畫作更是可以融入一個畫家的靈魂 而在近年,為了紀念這些畫家 以及發展其他的應用 許多表現優異的模型 可以將畫作的風格 與現實手拍的照片做結合 而在理論上 因為影片也是由一系列的圖片組成 我們理當可以透過上面提到的模型 輸出每一幀的圖片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但是現在許多基於深度學習的模型 並不能保證兩幀的輸出影像之間足夠穩定 而Epsense的出現解決了這個問題 它利用部分Style好的關鍵幀影像 生成整段影片 然而,因為它還是需要幾幀的影像作為參考 我們還是不能在一個地方 就完成整個影片風格化的動作 所以,在這次的頗掘中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All-in-One的System 讓使用者可以更輕鬆的製作風格化的影片 再來是Mathology的部分 我們的系統由三個部分所組成 第一個是將關鍵幀風格化時 會需要的影像風格遷移模型 而這塊的研究可以分成三種 第一個是輸入任意影像、任意風格的模型 第二個是輸入任意影像 但是只有固定風格的模型 第三種則是輸入固定影像 也只有固定風格的模型 那因為我們沒有對輸入影像作限制 所以這種模型我們就不考慮 而再來的話就是利用關鍵幀 生成風格化影片的演算法 這邊我們會使用Epsense 最後是我們統整所有功能的前端 再來是Implementation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介紹第一個主題 Style Transfer in Images 這邊我們先介紹 任意影像、任意風格轉換的模型 Cast 這是一篇發表在Seagraph2022上的論文 而底下是他們所使用的架構 可以看到在架構的左邊 是一個比較經典的GAM架構 這邊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它採用了共用的Generator 還有分開的Discriminator 而這篇論文主要的貢獻 則是來自於其中路實的算法 第一個是為了保證輸入和輸出的內容 要有相關性的LCYC 第二個是判別real還是fake的LADV 以及中間這個MSP Module所生成的LContra 而MSP Module的產生 是為了取代過去Style Transfer中 會藉由影像的Second Order統計量 來生成每個風格的Style Code 但是作者認為統計量會損失一些信息 因此它藉由導入了Contrastive Learning的想法 直接將輸入影像輸入VGG模型 來轉換為Style Code 並以此計算Loot 這就是作者在Gerator上面所放出的成果 可以看到每張圖不僅色調的改變 細部的線條還有組成都有變化 而雖然Cast的結果很令人驚艷 但是也因為它的通用性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還是會有較差的結果 像是這邊用了左上角作為Content 左下角作為Style時 Cast的輸出明顯就有一些問題 而下面這個以固定Style訓練的模型 就有更好的結果 那接下來就來介紹一下任意模型 固定風格的Style Transfer演算法 這邊介紹的是FaceStyle Transfer 它的架構基本上就是CNN 但是一樣調整了Loose Function 並引入了Instance Normalization的技術 而它的網站也提供了以下六種風格的Pretrain模型 這邊的話則是利用左上角作為Content 左下角作為Style時模型的輸出 可以看到效果非常的不錯 也因此為了讓使用者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將在前端讓使用者選擇想使用的模型 我們這邊會講一下AppSense的原理 AppSense說在一張Video 我們只要給出幾張KeyFriend的Style 我們就可以變出我們要的Style Video 它主要是配上Style Elite的演算法 那Style Elite的演算法 在給出幾張GuidanceA跟GuidanceB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SoStyle A'變成我們要的 Style B' 它主要是透過去找到B'這個Pixel 在A'裡面是哪些最高級的 這樣我們可以把它貼上去 就可以找我們要的Style 不過這樣重新找的話 可能會找到一些Arrow 舉例來說我們B'要很多黃色 可是Style只有一點黃色 這樣在找到一些黃色之後 就會剩下去找到藍色去 所以我們這邊設定一些水手 讓它大於這個水手之後 就讓Style再重造一次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所有的黃色 那AppSense它給出5個Guidance 是ColorMask Mask我們這邊有用Position Position的話就是限制說 左下角會從右上角去 這樣 那最後每一張Keyframe 都生成出一個Image 那這一張Image 就會有兩個可能的 要選的Keyframe風格 那這裡就會做Branding Techniques 那最後邊的話就是 有做Branding Techniques 低的話就是沒有錯 所以有錯的話 就會比較清晰一點點 好 這是我們網頁的Demo 在最開始的頁面 你可以去播放你想要轉換的影片 並且從中選擇任一個Friend 來做為Sample 那當你選擇完Friend之後 如果上面有你不喜歡的Friend的話 你可以點擊下方的圖片 來做刪除 那最後確定沒問題之後 你就可以點擊 右下角的Next 來進到下一階段 那在下一階段 你就可以去選擇 你要用來轉換圖片的模型 以及參數 那在這邊我們支援了FST 以及CST 這兩種的model 那在FST裡面 我預設是支援這六種的style 那在CST裡面 你可以上傳一張照片 作為你希望轉變成的風格 那我這邊就用CST做為Demo 那我就先上傳一張照片 那接著你可以去調整一些設定 那這邊就維持default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來preview它 那preview這個頁面 你就可以看到你當初選擇完的那些Friend 它轉換完之後的效果 那最後你就可以用這些Friend 去對整個影片做風格轉換 那在最後這個頁面 你就可以去播放你轉換完的影片